无量寿经,弥陀愿力之文 所以阿弥陀佛说 他的愿力是连一只青蛙、动物道、恶鬼道 甚至地狱道的众生 都能够被他救度到极乐世界 离苦得乐 从此离开这个三恶道 阿弥陀佛的发愿是要救度一切十方的众生 按照道理来说 当然也包括三恶道的众生 但是阿弥陀佛的发愿里面 讲了一切众生 还特别提出来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 这就是显示阿弥陀佛救度的特别 就是说虽然阿弥陀佛的救度 是平等要度十方的众生 但是是以凡夫为本的 而且凡夫当中是以多罗的凡夫为优先 有些人就很好奇 怎么不优先给那些会修行的圣人呢? 发阿弥陀佛是优先给那些会堕落的 各位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当时在三千年前就有人怀疑过 因为当时有位国王造业很多 造业很重 他担心佛陀会嫌弃他 结果有人就说了 在《涅槃经》记载的 如果说我们有几个孩子 当父母当然是对每一个孩子都是很疼爱的 但是如果今天其中因为生病了 肯定是要多照顾的 各位是不是? 今天你的孩子生病了 要不要请教大家去看医生 要! 要不要特别煮饭给他吃呢? 也是要的嘛! 是不是要多照顾他? 肯定的嘛! 但是这是对其他人不公平吗? 不是的! 因为生病的孩子本来肯定是要多照顾的嘛! 所以说阿弥陀佛多照顾业障身中的众生 本来就是应该的 尤其是三二道的众生 阿弥陀佛还要特别的关注 这并不是阿弥陀佛偏心 而是这些堕落的苦难众生 本来就比较需要阿弥陀佛多照顾 这些苦难的众生 他又不是像观世音菩萨可以照顾自己 所以当然就需要阿弥陀佛多照顾他们嘛! 所以佛经就说 阿弥陀佛对罪业的众生是特别偏心的 对不会修行是特别互念 就是这样! 所以撒尔大师用几个名词来形容 诸佛大悲于苦者 心偏明念 常没众生 事以劝规净土 亦如溺水之人 急需偏救 岸上知者 何用即为? 这里有讲到偏心 偏救 就是说阿弥陀佛是特别偏心 特别想念 特别怜悯 特别救度那些堕落业障身中的苦难众生 因为讲到救人 就和医院的紧急救人一样 各位 每次紧急救护车是很大声的 你是不是要让他先走? 是啊! 你不能说要排队啊! 因为人家在救护车里面可能在流血的 所以救护车塞车的时候 大家都是要让的 红绿灯这时候也不用等 直接就可以床的 因为这个并不是普通时刻 是紧急的时候 是救人的时候 什么道理都不用讲了 救人要紧! 甚至到了医院 普通病人是要排队拿号码的 但是紧急就不用 医生直接就给他抢救 所以如果讲到救人 我们就不会不明白 为什么阿弥陀佛特别怜悯 要特别救度堕落的众生 尤其山恶道 地狱恶鬼畜生 业障身重的 因为这些人是紧急危险的 其他会修行的人 也只是类似伤风感冒而已 所以还可以等一等的 但是堕落业障身中的苦难众生 就不能再等了 因为他们是每分每秒都在被火烧 被业障产生是很痛苦的 当然阿弥陀佛是以他们为先 所以才说 心则偏重 急需偏就 心偏敏念 我们看 佛跟祖师都是用这几个偏字 偏就偏心嘛 阿弥陀佛的慈悲虽然说是平等的 但是 特别偏心照顾堕落的众生 这并不是说让我们故意放荡 好像说父母照顾孩子 虽然说 生病的时候 会得到父母的特别照顾 但也不是说你要故意生病 让父母担心的吗 是不是 是啊 相同的 虽然说我们知道堕落的众生 会得到阿弥陀佛的优先照顾 但是也并不是说要故意造罪 佛祖师这么说 阿弥陀佛特别指出来三恶道 只是为了让我们安心 至少让我们知道 我们在受苦受难的时候 阿弥陀佛会特别关照着我们 虽然说业障都是我们自己造的 但是阿弥陀佛还是不忍心的我们受苦 这样不至于说 我们在受苦的时候 还担心自己会被阿弥陀佛舍弃 有些人以为说 自己业障中阿弥陀佛会不要 其实是恰恰相反的 业障身中的众生 反而是阿弥陀佛首先要救度的 这是阿弥陀佛的大慈悲心 跟人的想法是不同的 这人只有看到对对错错 但是阿弥陀佛的慈悲是要救人的 只是看到生命的根本 我们有时候从现实的例子 就能够体会得到的 像刚才讲的医院救人 佛讲的父母对待生病的孩子 还有祖师讲的看到淹水的人要抢救 虽然说这些人可能都是自作自受 可能他是玩跑车 非法赛跑出车祸 可能小孩子不会照顾自己乱吃零食生病 可能是自己摊完水在河里面 快要被淹死了 但是不管是怎么样发生的 只要是这样子紧急的 就一定要先救他 不管他过去是对还是错 都是要先救 因为这是人命关天 阿弥陀佛的心就是这样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 这个念佛感应的事迹在哪里显现呢? 通常是不会在一般 很健康没事的时候发生的 好像很少人是在普通的时候 念佛阿弥陀佛会跑出来的 因为这个时候好像不大需要嘛 阿弥陀佛的念佛感应故事 往往都是发生在苦难的时候比较多 因为那个时候是最紧急 像我们常常去关怀 去处念 得到的事迹不都是这样子吗? 是啊 因为连友在我们其中一个念佛会 就分享过他念佛的经历 他说他在学佛念佛之前 他精神是有问题的 就情绪很不稳定 起伏太高或者太低 两种都有 严重的时候 身体根本不能自我控制 他是一位年轻人 之前在大学会要毕业的时候 遇到感情的问题 和女朋友分手 再来就是考研究生也考不上 他说在这个之前 他的人生一直都是一帆风顺的 没有遇过太多的门槛过不去 结果这次连续两单的事情很不顺利 一下子走不出来就感到很失落 那妈妈就给他介绍佛法劝他念佛 他也尝试不管烦不烦就试试看念佛 但是后来听到人家跟他说 阿弥陀佛是假的 你念佛是没有用的 但是他对佛法又不是很了解 也理解不到 那有一天 刚好他来到一个寺院 他就对着佛菩萨的相说 我不知道阿弥陀佛你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的 也不知道说是不是真的有极乐世界 现在听到人家说你是假的 如果说你真的是假的话 那我这样子的人肯定是完蛋没有救了 那如果说阿弥陀佛你真的是存在的话 不然你晚上在我睡觉的时候 就给我看一看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好吗 只有给我看一眼就好了 不贪多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这样子跟阿弥陀佛 Bagin要求的 只要看一眼就好 一眼就好 不过是可以知道他内心是很无助的 因为自己看不多佛经又听到别人乱讲 自己又是精神有问题的 现在还遇到人生的挫折 确实真的很无助 而且这位脸友还跟这个佛菩萨相说 你要试现这种我现在看到的相 我才知道是你来给我报梦啊 我才知道是你啊 要不然梦到其他的还以为搞错了 所以他的要求也是不少的 除了要求说他看到 而且看到他知道的样子 那各位你们觉得说会有什么结果 还真的 晚上他就梦到那尊誓愿的佛菩萨 而且他说他在的那个地方 让他全身非常的清凉舒服 他活到20多年都没有感觉这么舒服过 他本来就是受到情绪影响很大的人 但是这次在梦里那个地方 真的瞬间让他有清凉解脱的感受 而且也让他忘掉世间不愉快的一切 一在那个地方是件什么事情都忘记了 一眼望过去那个世界就是一个光明的世界 这一带足足有几十秒的时间 然后就醒了 整个感觉就非常的好 那个时候醒过来还在半夜 但是身心的清凉 是以前从来都没有体会过的 所以才知道 阿弥陀极乐世界是真实的存在 不是骗人的 他后来就来到我们净土宗分会 更深入了解阿弥陀佛了 而且在这个过程 这位连友也说出一个事情 他说 他住的地方其实是很多那种附体 基童问世的 他住的乡下就是这样 那刚好他的叔叔就是其中一位 也是基童 而且他叔叔附体的时候说讲的话 往往都是特别的准 有一次叔叔这个基童附体的时候就跟他说过 他这个人人生很坎坷 工作生活也很不好 这是发生在他接触念佛以前 但是自从梦到极乐世界的经历 他也不去理他叔叔附体讲的话了 就是一直念佛跟佛许愿 让佛给他安排 所以过后再一次遇到叔叔附体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那附体就跟他说 你现在是有念佛 因为现在看到你身上有光 所以你过后肯定会越来越好 过去跟你讲你人生或坎坷都不准 你的命运现在因为念佛而改变了 也确实讲得很准 因为过后这位连友顺利找到工作 人事关系一切一直都很好 没有什么障碍 这是一位连友在我们念佛会分享 他念佛的经历 所以各位我们看 就像刚才佛菩萨经典祖师所讲的 阿弥陀佛是特别怜悯苦难的众生的 像这位连友最早的时候对念佛 对阿弥陀佛对极乐世界信仰也不深 更不用说对佛法有什么贡献 自己的修行也谈不上 毕竟他是情绪精神都有问题的人 他去要求见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时候 也不是说具足什么身心窃怨的 因为身心的人是不会这样子要求的 都相信了 自然不会要求想见佛了 所以当时候心态是半信半疑的那种 但是对于这样子的众生 阿弥陀佛就放弃了吗?也没有 还真的给他看一眼的极乐世界 让他体会一下极乐世界的美好殊胜来安慰他 大概是阿弥陀佛给他这位病人一个安心的引导 这就是阿弥陀佛的慈悲 那有人或许问 他所在梦里体验的是不是真的极乐世界呢? 其实我们一般所讲的感应 都只是接触到边缘的味道而已 跟实际真实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应该还是差个十万八千里的 就好像说我们去这个海边 还没有到海边的时候 就开始闻到海的味道 是不是? 海的咸味是很重的 你还没有到之前可能你就嗅到了 但是单单用鼻子闻到 跟亲自下去大海里面游泳 各位你们觉得一不一样?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嘛 是不是? 所以我们平常讲的感应 算什么见佛 梦到极乐世界 一般都只是像这种嗅到大海的味道而已 等真的到了极乐世界 我们跳到阿弥陀佛的八功德水莲花时 那真的是体会到真实的净土了 所以我们也不用太在意什么感应之类的 我们有念佛就是 讲这个公案也不是说 要我们特别去求感应的 而是通过这位灵友的经历 让我们知道 阿弥陀佛的慈悲真的是 对于苦难的众生 阿弥陀佛真的是越注重 越加持 越互念的 所以我也常说 我们如果说真的遇到过不去的苦 人生路很迷茫 人生路过不去 心里的苦 外面的苦 什么苦都好 我们就念佛向阿弥陀佛祈愿 像我们最近有制作虚空念佛堂 欢迎天天上来念佛报数 我们有苦 阿弥陀佛一定有硬的 过去种种我们造业造罪 阿弥陀佛也不会嫌弃的 当然我们自己有做错的地方 我们也是感到很抱歉 但是也不会因为这样子 担心了业障太重 阿弥陀佛就不会加持 这是不可能的 业障太重 念佛众生越苦 阿弥陀佛越加持救度才对 这是我们对阿弥陀佛的慈悲 有信心的地方 这也是我们苦难众生 唯一可以依靠的佛 刚才讲的现实利益 其实我们讲的都是还是小利益 因为世间的东西毕竟都是无常的 这个人总是会有生老病死 东西也总是会有沉住坏空 世间的快乐总是会过去 所以佛说世间的利益都是小小的 唯有阿弥陀佛建议我们到极乐世界 才是真正的常乐我尽 才是真实永恒的安乐 像刚才那位连勇说的 他在梦里体会到的极乐世界 过去二十多年 在世间体会到的什么快乐都比不上了 甚至都忘记以前有什么快乐跟痛苦了 那这真的有点像极乐世界的真实情况 就是涅槃常乐我尽 极乐世界的乐是永恒真实真常的安乐 这种利益也唯有阿弥陀佛能够给我们的 因为十方诸佛里面也唯有阿弥陀佛给我们发 这个第十八愿的念佛往生愿 能够让所有十方众生念佛平等得度的 就只有阿弥陀佛这个第十八愿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要靠阿弥陀佛愿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导大师 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 深远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